今天晚上的夜晚 晚上的夜晚 晚上的夜晚 文徒萬里 帶你走入越南 波蘭 白羅斯 立陶宇 拉脫維 愛沙尼亞 還有俄羅斯 世界這麼大,一季說不完 文道曼妮繼續帶你新美動審議院 梁錦祥一周時事 主持梁錦祥 第三節,這個星期發生了一些特別的事情 新聞惡道,這個世界主要有三宗大的災難 其實新聞的比重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其一,我們會說泰國的13位朋友在洞裡被困了兩個星期 第二位在布吉反艦,死亡人士 死亡人士到今天都未完全確定,有些失蹤感 有一個最慘的,找到的,壓住了在船上,拿不到出來 好像都幾多是中國遊客 基本上都是 第三個,其實最大件事,就是日本水災 死亡人士最多,但大家留意的比重都比較低 所以其實有個問題,大家可以看到,問得很好 為何防災大國日本這次水災會如此嚴重 日本除了地震,打風下雨搞得這麼嚴重 我想都很少見 平成年間最厲害 我講的是第二次大海戰之後 你有沒有查過是怎樣會這樣 其實現在的季節很難會有颱風去日本 因為颱風本身預計是吹台灣 突然之間他就打了回馬槍 竟然不是入台灣或去香港這邊 因為其實這個季節,這個月份的颱風 通常都是經菲律賓、台灣 再去浙江、福建或廣東、香港這些地方 這次很奇怪 他就轉了上去沖繩 打完之後更嚴重 因為他經過日本海 因為一個颱風經過大海吸收水氣 他越捲又厲害 上到日本,慘了 日本這個時候撞擊又是下雨 他們的颱風的水氣加上這一陣雨 撞在一起 結果是造成近年最誇張 有些地方錄到超過每小時千八毫米的雨 這是很多人都預料不到的東西 所以這件事可能真的難 百年一遇的一次 他不是說百年一遇 他沒有到好像中國那樣離譜 他說百年一遇 有些說千年一遇都有 但是他有數十年一遇 但是他裡面有說很多老人家走不及 而且你看到很多樓是倒塌 那些樓不是樓,是樓 那些樓是倒塌 大家知道其實日本去水的工程做得很好 其實一直都很好 但我不知道現在這次是否大陸那麼離譜 就是水不去 還有一件事就是山來傾城 那這件事就比較難搞 因為山來傾城 我想日本其實都幾多 沒有辦法解決 因為始終日本的地理來說 特別在港島這些地方 其實一不近海都幾多山在那裡 那些幽靈地區來對峙 另外也要說說一個問題 現在很多媒體很短張取緣 甚至大媒體都喜歡玩偶爾 訪問了一個婆婆 當時我自己聽她說 她就說 我六十年來都未見過這麼厲害的魚 現在那條破解翻譯出來 我八十幾歲人 我都未見過這麼厲害的魚 我在想 你曲解別人的意思是做什麼 你是隨便膚顯 還是想將這宗災難更恐怖 但是你的職業操生是有問題 甚至乎很多一些人 特別是媒體 是曲解了很多東西 甚至泰國也是 舊人的那些片 亂放出來 有些是假的 假的 這個問題是 你會騙到很多人 去分享你的東西 那你的目的是什麼 我完全不明白 好像巴西今次回到去 沒有被人扔雞蛋 沒有被人扔石 又放了一段出來 是三月份 那個前總統盧拉 去了南部的葛達尼納做一個選舉工程 他的巴士被人扔石 你就憑著裡面 有幾個穿了一件波衣的人 扔雞蛋 就當是今次的一件事 還要放上新聞 那說真的 很多人沒有那麼多時間去找這些資料 那就中招 一傳十 十傳百 那就糟糕了 在這個時間 發生另一件事 就是 那個首相 按摩嘴心 這個更無厘頭 就被人拍照 就在那裏 吃東西 吃東西 拿著酒 其實類似的相片 都不一定現在拍到 但是 被人拍出來的時候 就對照現在日本的災情 被人抓刑 但是他都馬上走回到災區 就去做一些衛民的工作 這個是一個亡人保留 那他肯肯肯做 但是我覺得很奇怪 日本就 這十幾二十年 自從那個經濟泡沫爆破之後 真的行衰運 很多事情都 頭頭都要碰上黑 你說一個下雨 就是三十年七月豪雨 平成三十年七月豪雨 竟然出現一個死那麼多人的結果 在我們這代人來說 就比較難想像 但是也體現到日本一件事 每逢大災難的人民 災民都很守秩序 真的 我看好一些片 也好他們排隊拿水 不會有些打尖啊 搶啊這些 都是體現到他們國民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其實有些客觀原因 就是 大家很肯定一件事 就是日本不會決這些事情 那個爭論是你幾時來的 所以大家不會有那種 就是我不搶我 我明天沒有 是嗎 就是這種這樣的經濟條件 再加上文化做了 好像很淡定 反正你見他們遇到這些問題 都不會有些什麼恐慌 就像南岸人都一樣 不是我們用我們自己做經驗 我們會謀搶鹽 會搶鹽 你白癡人 看回這些東西 你覺得 即是文心或文字 其實很多地方 你不要看兩個人 整體性是文字未開的 但做一次就沒有所謂 就不要做第二次了 他現在這裏 日本戲唱廳都說 西部地方會發生 數十年一遇的豪雨 人家都說數十年 人家都沒有說八年一遇 或者二百年一遇之類 平成年間 他們說平成最厲害的豪雨 那個就是每降雨 超過一千毫米 我其實不太理解到 一千毫米的降雨量有多少 我們這樣的感覺 香港紅 我記得黑雨是否過了一百五 黑雨是否過了一百五 黑漫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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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難以想像是怎樣 一千毫米是一件什麼事 是錯 不知道怎樣 總之就是這樣 現在他要為這個豪雨命名 多厲害 好了 剩下一點時間 我最想說的是 泰國那宗教人事件 反而這個整件事 整個過程 大家很吸引 坐過山車 而且可以用四個字形容 就是完美落幕 原美就是 但又不是完美 都喪失了 但有一個人就 犧牲了 就是泰國的海豹 前海豹 特種部隊救援人員 這次這個英雄 是來自澳洲的 他叫做Richard Harris 值得介紹一下 因為今天在網上 都已經有很多朋友介紹 就是他救了那個小孩出來的時候 然後呢 他抽到消息 他爸爸死了 他趕不及回去 他趕不及回去 那這個是一個醫生來的 Edley 那個地方我未去過 阿德雷德 是阿德雷德 他是當地一個麻醉師來的 今年五十多歲 但是他這個所謂diving 潛水的資歷有三十年 而且他是救過很多人 這是一個專家 當他聽到這件事的時候 他就自動請英 去做這件事 他去的期間 就是他有一個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到的消息 有一個道德上的決定 就是說 原來最初救這班小孩的時候 要決定做一件事 就是救最強壯的那個先 還是救最弱的那個先 原來幾違反邏輯 幾違反我直覺的 就是原來最初我決定是救最弱的先 我自己一想 當然是救最弱的先 然後醫生也是 醫生的一種說法 是說服這班去改變了整件事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 就是他有帶來的所謂震營劑給那班小孩 等他們去那個前 最兇險的那個關鍋的時候 去吃的時候不要害怕 因為有幾個位置 有一個位是樽頸位來的 那位原來很窄的 你要抱著氧氣樽在前面 過了他才會蹤死 對 他現在才能過 我盡量找一幅圖 就是他們 那個樽頸位 那是整件事最難處理的地方 那這件事其實 有很多 所謂不處理事 我自己寫文寫過 那個地方叫瑞美人島 旁邊有一個神像 我現在找給你看 神像是在這件事的時候 人們會去拜祂 話說那地方有一個傳說 有一個公主喜歡馬桶 父皇很生氣 不准他們倆結婚 他們倆躲在山洞裡 倆躲在山洞裡 馬桶出了去找食物 結果被父皇找到殺了她 這位公主在裏面自殺 她的身體化成為旁邊的山 那個地方也叫做睡美人山 她流的血就是裏面的水 她的精靈就流在洞裡 所以那個洞在那個地方 現在就是這張照片 在這件事的時候 那些人是在拜祂 即是不斷在拜祂 因為覺得那些人進去 就得罪了她的精靈 那傳說來 不用這樣 我一向都是這樣 我們用科學的想法 始終今天不是神奇之夜 其實這件事 我這樣想 損失了一條生命 但是他們家屬都走出來說 我是為他驕傲 我們對照今天的香港 什麼都是以錢為先 其實很多專家 有些是義務幫忙 有很多都是義務 有英國有澳洲有美國有日本 我們公道點 中國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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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以生命為先 但是剛剛所說的 痛失了爸爸 你想想 在澳洲飛來泰國的時間 和你飛來香港差不多 要十幾個小時 最後有辦法見他爸爸的一面 很多人 例如我們香港這個唐人社會 都是不行下為先的 選擇去救十三條生命 還是選擇去陪爸爸走完最後一程 我想很多人都會覺得是陪爸爸為先 這些機會成本 最後他決定去拯救十三個生命 我覺得以西方的性格 或者他爸爸 都會很以他為名 因為其實你我都很難做這些決策 但他結果幫了十三個小朋友 背後有很多家屬這些 其實牽連很多 最開心都是因為 我自己覺得 本身預期最惡劣是要四個月時間 很難 因為始終你自己的身體 是呀 那這班小朋友說真的 大埔拉過的 希望他們往後生活 話說就是那個bottleneck 那個瓶頸位其實就是這裡 即是他最窄的位 其實只是一個人過得到的 那個洞感 他的問題就是 有一個位是這樣 那位是最窄的 剛剛所說的 救援人員進去的時候 他們要把氧氣瓶擺向前向右 因為要不然你會卡住了 那這個位置也是你要兩個救援人員 在中間要加一個沒什麼潛水經驗的小朋友 這個是最難的 不是 還怕就是他去到他會怕 那這件事 所謂那些圓圓圓的事情 還有一些可以說 就是拳來那件事發生之後 就是找了一個緬甸的僧人 去跟他們祈禱 在祈禱的時候 話說那條繩子去到盡頭 就是在盡頭見到他們 還有一件奇怪的事情 就是他們搞出來之後 那個bottleneck 馬上壞了 哪個bottleneck 因為他泡水出來 水泡 水泡 他泡水出來之後 水泡水就壞了 這些不說了 整件事就是這個Richard Harris 亦都有一些這樣的遭遇 就是他爸爸 一出來之後 他爸爸就過世 他都趕不及回去 現在他話說是澳洲的英雄 就是這件事 在這件事上面 其實有一個角度可以告訴大家 原來這個Cave Diving 就是深海潛行這件事 是一個相當之危險的活動 我自己一篇文章提過一件事 在2011年的時候 阿詹姆士金馬倫拍過一套片 叫做Sentum 中文叫做深海潛行 有13個人 是專家 應該是在新幾內亞 或者澳洲那裏 在水底洞穴被困 跟現在這個Case差不多 這件事是真事 如果你看那個戲裏 其實你就會看到 為何那些人 那麼喜歡去做這件事 因為裡面下面那個 如果你是專業的所謂的Cave Diving 你進去見到那個景色 是很… 你會沉在裡面 美倫美換 真的 還有那個環境很特別的 就是 你去到可能只有你自己 但全部是黑的 沒有其他 這個就是那個洞 就是… 全世界最深的一個洞 就是… 你扔一些人下去 就可以在那裏 跟著探險 那天一游的時候 在第二個海外出回來 那裏面的人就… 就是去探險 那當然是做足了很多的一些… 漁皇措施 但是都出事 那有些人在裏面死了 那死的情況呢 是好… 呃… 很多人是頂不住的 其中一個呢 就不是這裏 但是呢 就是同樣的經驗就是 它在一個洞裡面 沒有光線 沒有氧氣 剩下下來的 沒有食物 還有失溫 失溫 那這個案子呢 是六十個小時 即是六十個小時 你不知道有沒有救到你 有個人出了去 他可能出到 可能出不到 他在裡面等六十個小時 缺氧 沒有光線 沒有食物 沒有水 那裏面說 那個情況是怎樣呢 他缺氧的時候 有些幻覺開始 即是見到些… 即是見到些… 不應該見到的東西 不應該見到的東西 天馬行空的東西 一看到就是… 即是整班人就… 即是裡面 那這件事是真的 雖然那個戲本身 都很多東西作戒 但是是真的 那原來這位澳洲的醫生呢 他在幾年前都… 即是嘗試去救過另一個人 那這個人呢 就是今晚我最想說那件事 就是… 就是… 這個人呢 是一位女士來的 那你看到現在她那個… 即是會看到她那個… 即是會看到她那個… 那個容貌 這位就是那個醫生 其實這件事是… 她… 即是她… 即是她… 她以前都救過另一個人 那就是… 這位女士了 已經死了的了 就是… 不知道… 2011年之後死的 就是… 就是Cave Diving 就是… 專門潛的那些… 最深的那些地方 即是她是極限探險家 極限探險家 極限探險家來的 她是墨爾本的 那奇怪的地方呢 就是… 剛才我講的那部電影呢 那部電影呢 她有份做… 看身的 那她做完… 拍完這套戲之後呢 她沒多久她再潛的時候呢 出事 出事 那就是這位Richard Harris 嘗試去救她的 當時是救不到 那… 她就… 她死了 那所以呢 即是… 撇開今次這個… 救援行動 這次救援行動 其實是沒有預計的 那班少年其實是不知道 走到這麼嚴重的 但是呢 在這個世界上面呢 是有一個… 所謂Extreme… Extreme Sports 極限運動 簡單的嘛 你說極限運動嘛 你香港有時候見到 我都說過 那些人很喜歡在香港的樓頂 跳來跳去 哈哈 你見有什麼… 有這樣的事嗎 有很多片在上面 是嗎 那些叫Parler 就是好像成龍那樣 但是… 如果好像有些手汗勁的人 真的不好玩 像我那些都不能玩 因為… 很容易滑 那也都很流行 或者是一條街上 很喜歡在樓梯飛來飛去 跳來跳去 其實在我國很熱的 是嗎 近年都在香港 那些極限是怎樣呢 或者是高空跳傘 去到很近距離 不是跳傘 現在是那隻穿的衣服 在衣服 在衣服裡飛下來 是 但這些都很容易滑 因為… 一旦你控制得不好 坐馬的石頭 你就即時滾身碎骨 始終都是這樣 說明極限 當然有風險 做任何事 只要衡量一下 哪怕… 不要這樣 我自己去旅行 有時都會玩極限少少的 一個人會跳傘 或者… 有沒有試過跳水 沿岸跳水 試過一次 試過一次嗎 這個我不敢和我家說 但我… 我聽知道 多少尺 很難說的 那個位置跳下去… 有沒有100尺 說米啊 有10米 有10米 10米 10米 在遼國的瀑布飛下去 厲害 你不要說什麼 跳下去那一刻是爭的 害怕的 那會一堆人飛下去 你們的心態沒事 但飛下去之後 上來 糟糕 我也有尖叫 因為自己人生 覺得有一個療程 做出來 但不是每一個都很幸運 因為後來聽聞 原來有些人喝了幾下酒 飛下去 就… 沒有了 沒有了 你就沒有了 因為那邊的醫療 根本救不到你 所以自己恨望 因為那時自己更年輕 即是早幾年 現在就真的… 現在都很年輕 害怕 現在都很年輕 沒有的 如果那天我響動 我可以和你跳 OK You jump I jump 這個就是那位女士 她看到的裝備很厲害 裝備 但她下的孔也不少 那些心海的孔 那些孔 你看片看圖是OK的 真的去玩這些 你沒有回五六年經驗 甚至乎 這些意外沒得說 你看看多漂亮 多漂亮 她有一項心理 就是因為你一個人 自己沉在這些地方 你會覺得是跟這個世界可以緩和 是 特別是都市人 他們會喜歡去這些地方的原因 有些東西落到幾百尺 有一個國泰基斯 國泰基斯 就是這樣 在那裏賣 那裏 不能回到那裏 那裏 好了 那 跟朱鋒一樣 是啊 她今次救援行動 跟潘登和蘇爾士豐 是同樣的難度 這就是美國一個退役 退役的特種部隊 海泡特種部隊說 因為朱鋒 大家記住 哪怕你一旦上去 你只要登頂過程 你會見到很多大體 屍體放在那裏 其實不是她不想帶他們走 不是 有些人是救不到的 前兩年有個上去的香港女教師說 見到不夠的 有些人就吵 有些道德又出來 你救人嗎 好像這次也是這樣 你又在那裏罵罵罵 她要衡量風險 特別在八千多呎 幾乎沒有養的情況之下 你要再揹一個人 不是說你在那裏走樓梯下來 那麼簡單 可能她都拿到東西 她自己種了 可能她自己種了 所以大家去批評 你是不是有能力 你是不是只有一個大隻港 好像這件事 很多事都要衡量 為何你找到他們不夠 大哥 不是不夠 還有我們現在看的影片 我相信是理解不到裡面 那個困難的過程 這個我相信 要到將來 這件事稍為平靜下來 大家重新reconstruct 一個故事 才知道今次救援行動 那個難度在哪裏 要用心等 有耐性一點 不要每次都這麼急 這位就是Annis Miloka 他在2011年 在南澳的一個動員裡 死亡 在今次教人行動中 最有名的英雄 Richard Harris 就是她的朋友 幫忙在動員裡找 把圍體出來 把圍體出來 所以這個世界 其實都有很多驚險 一句吧 珍惜生命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